这个是额外补充的题目,这是Excel档,答案在这里面 你可以先不要看答案,试试看 这边比如说,把这个007的产线人员工资之总和 那所谓的这一题你把它下载下来,就是直接把它点开 其实就是这边云端上,点两下,这边有个下载 你把它下载之后呢,它在下方会 如果用Chrome的话,下面再把它开启就可以了 开启之后,这边就会有一个007这边 如果问你怎么样,诶,产线人员,所谓的产线人员 就是反正它的开头两个字,是产线1,产线2,反正就是产线开头 那有这么多个,那你要把这些人的工资,就他薪水加起来的话 因为里面可能有不是你要的资料,那你该怎么做呢 那你可能第一个,如果你不知道用Sumif也可以做出来的话 你可能就是怎么样,要不然就先把它排序吧 排序完之后,然后产线的在一起,再把它夹走 那也不是好方法,如果比较好的方法,那你也要用Sumif 假设啦,你用Sumif来做的话,Sumif 那Sumif的话,第一个,那你要判断的范围,判断哪个范围 部门的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的条件是什么 那条件你是产线开头的,那它这个地方,它提供一个 所谓的关键字的查询方法,那你之前可能想说,产线 一般是,可能你会想说,一定是产线开头 所以你可能产线,那可是产线什么,有很多变化 其实这里的话,它提供一种所谓的万用资源的查询方法 那所谓万用资源就是,后面你加一个Star 这个Star就是,不管后面的字是什么 反正只要有产线什么什么,OK 它就会帮你去在哪边呢,在这里面找 如果找到的话呢,那就把它的工资全部加总起来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就帮你加总 那加总你可以,这个其实就是,把有产线的加在一起 OK,应该可以理解,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加总 那特别注意,这个Star的方法,其实不是只有在这边可以用 很多地方,像资料库里面的万用资源查询也是这样的方法 关键是查询,另外还有什么,不管这个前面是什么 不管后面是什么,你大概也可以这样 另外还有一种是用那个问号的方式 问号的话是一个字,我看是这样查出来 结果也是一样,那你会想说,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问号的话特别重要,是确定只有一个字 那如果你确定有两个字的话,那你就两个问号 有没有,产线什么什么,如果你是两个字的话 确定是两个字的,确定三个字的,确定一个字的 那问号意思就是说,你是确定几个字的 那这个Star的话是什么 Star是不管,反正几个字都没关系 OK,所以你会发现这边用Star 跟用问号,一个问号,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查询方法其实就是跟资料库的查询 是相,这个算相通的 因为在资料库里面也有类似的 只是说,在资料库里面的查询 通常是要下一个SQL语法 Execute,有没有 那个语法的话,如果你熟那个 你就可以跟资料库做沟通了 因为那个SQL实际上就是一个language 叫做Structural 好,怎么 S是Structural L的话是什么 Structural 突然忘记了 好,没有 SQL OK 结构性的Structural OK OK 所以 记忆 好 这个我再查查看 那就是 最后一个是language 跟这样 SQL Q的话是Query 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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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线人员工资总和 这第一题 第二题的话 这个可能又更困难了 这边的话 当然工资前后三名 你也许可以先分两个 也许前三名跟后三名 然后再把它加起来 也可以 如果太有点难 那这边的话 前三名你可能要知道 怎么去查出前三名 那这边的话会有用到一个 就是叫做 我想应该是在统计里面的吧 我看是不是统计里面有一个 叫LARGE的 L开头的 LARGE LARGE的话指的是某个范围 有没有 K的话是第几大 也就是说如果前三大就一二三 对不对 那你给它一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里面 前三大 它帮你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呢 那你就是针对这三个把它加装起来 OK 那可是问题 我是不是做很多 你做一个 所以三米不配合LARGE 就可以帮你 把它加装起来 那另外如果你要后三米 就是薪资最少的 那一样 在这个统计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 叫small的 small的 最小的这个 LARGE跟small 这个用到的机率还蛮大的 那你又可以把某范围里面最小的 一二三米抓出来 然后呢 再把它的工资 怎么样 加装起来 哎 那其实也可以配合三米符 三米符配合LARGE 就是前三 三米符配合small 就是后三 OK 这个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不要急着马上看答案 这个后面后面还有一题 也许我们就补充了 反正这个部分主要是多讲一些 可能你们需要知道 但是你却不恨 那个LARGE找到鞋商 你可以知道它在哪一列 在哪一列 如果说你找到那个位置 当然你就是在比对一下 比对一下 可以啊 当然你再配合一个叫match 对 找到之后 你再配合match 那match它就会告诉你说 某个范围里面的哪个位置 对 甚至你还可以配合什么index 再去把它的其他的蓝的 其他的蓝的资料抓出来 所以什么LARGE配合match 配合index 不过在后面还会再讲 就是match跟index 是属于那个所谓的检视与参照 所以插入函数有没有 有一类叫检视与参照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叫match的 有一个叫index的 有一个叫indirect的 这些后面还会讲 就是下个单元而已 这些东西其实就帮助各位 在把资料调出来 调出来资料其实当然 不是只有这些啦 当然这些方法当然也类似于资料库 只是小量资料可以用这些 但是如果你大量资料 你用这些恐怕就也不是很恰当 所以至少你要多了解 那针对什么样形态的资料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找到你要的资料 反正就是见招拆招 OK好 这个我想各位等一下可以想想看 待会再来看 那我们就回到刚刚的问题 所以刚刚我们先已经解了这一题 没有就这个 如果你忘了答案云端上也有 第二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个 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题目 教师研习时速统计 那因为有入门跟那个进阶 所以有两个我们要查的 那跨工作表的查询 其实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我要查 当然我要查询的话 查诺函数一样用那个 最近使用过的三米符 那首先的话 你要针对他 王庆路 那他要跟谁比对 所以基本上 你要先看一下 这个基本上 姓名的话 应该是放在criteria OK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 那range在哪里 range你要在哪边比 然后呢 要加种的在哪里 基本上都是在其他工作表 所以这个是跨工作表 所以也许你可以先怎么样 先把criteria先给他 B2嘛 你要找他 在哪边找 在第二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OK 这个范围里面呢 如果有的话 那因为等一下可能会向下填满 所以怎么样呢 把它按F4 两下 锁列就好了 OK 等下会 那B2 B2不用锁了 因为B2 B3 B2然后向下B3 那somerange的话呢 指的是什么呢 指一样在这边 把这边的资料给抓出来 找到了 帮我把旁边的这一栏的资料 做加种 OK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对应关系 反正它 基本上 就是它的流程一定是 把王庆路 在这个范围里面 一个一个的比对啦 有没有 它后面有很多个嘛 那它的逻辑是 帮你比比比比 比到了有 如果有一样的 就帮你把下面的这个怎么样 把它加起来 累加累加 OK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按确定之后呢 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王庆路没有 其他也没有 向下填满 基本上哦 有的 我们看 这边 哦 这边没有锁 这个要锁 刚刚漏掉 把它按了也不死 好 这样的话打勾 换的话 它这个底下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把入门班的 做完了 那进阶班怎么办 进阶班再来一次吗 当然不是哦 其实你可以这样 进阶班的部分的话 可以直接怎么样 后面再把它加 因为后面的动作其实都一样 你可以把三米服这一串 把它Ctrl-C Ctrl-V 那特别是因为这个是第二个工作表 那后面这个是去三 所以特别是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去三 那范围的话因为少两个了 所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14 一样是少B2 这个改成3 一样少两个人 14 OK 应该可以看懂那意思啦 OK 一个 这个等于是入门班的 这个是入门班的加总 这个是进阶班的加总 把它加在一起 那它就全部的这个总时数就抓出来了 OK 打勾 好 下下填满 基本上就做完了 不过你会想说 其实 那如果说你有很多很多很多格的话 特别是要 如果很多很多格的话 当然如果你用这个来做 当然就不恰当 可是你要有很多很多格 这个时候你恐怕就必须要改成用VBA来做了 只是说VBA里面又牵涉到所谓的那个工作表的物件 这个虚择物件当然不是很复杂 可是基本上你们如果还对VBA不是很有概念的话 贸然讲那个其实又会变得更加复杂 因为可能你们对于那个单一个工作表的相关的元件还不是很熟 那个物件不熟的话 那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许你们先试着把这个 这个部分先做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 Shit 1里面呢 统计出来的结果 基本上如果后面有的 这一个有它就帮你加 这个有就帮你加 加起来之后最后结果就算出来 你就不需要涂法链钢慢慢算 所以这里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另外其他还有就是说 后面有提到 有关那个工作表的保护部分 那保护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是 如果这边题目的概念是 因为总时数加完之后 担心会被其他的人给篡改 那怎么办呢 你在公布资料的时候 也许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某部分的资料锁起来 哪部分 时数部分锁起来 意思是保护这个范围 那要怎么保护 第一个先把这个范围全选 按滑鼠右键 储存的格式里面 先确定一件事情 保护里面 特别是保 有没有 储存格式原来是这边 你把它切到最右边 有个保护 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你这里面的锁定 记得 因为我是希望说其他的部分都可以修改 只有总时数这个区块 是帮我做什么呢 第一个 帮我让它不能篡改 第二个呢 我希望里面我所撰写的公式 不要在上面显示 两个需求 这怎么做 应该各位有遇过吧 先点一下 这为什么它公式没有显示出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隐藏了 OK 那你比如说你要修改 它跳出说 这个范围是要不能修改 那我们先做一件事 因为我其他的范围都可以修改 只有这个范围不能修改 所以我把它全选之后 先把它打勾先取消 按确定 再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再按滑鼠右键 除成个格式 只有针对这个范围做什么 锁定跟隐藏 其他的就不锁定也不隐藏 表示说不保护 OK 按确定 不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公式还有修改 应该都还可以修改 最后你还要再多做一件事 什么事 再到这个教育里面 会有一个叫保护工作表 你必须要在这边 那保护工作表当然 我是建议你输入密码 因为如果你不输入密码的话 那一般人 其实就可以直接 到这个保护工作表 把你按取消掉就OK了 比如说你没有加密码 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的公式不见了 你按Delete 它也不能Delete 当然就不能修改 它要串改也没办法串改 它会跳出什么 您尝试变更的储存格或图表受保护 而且这边说什么 教育里面有一个取消保护 他还会提示他提示 如果有新人 他就直接到这边 如果你没有加密码的话 按一下会怎么样 就取消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做什么 密码保护 所以把密码加上去 他会再确认一次 OK好 那这时候当然你自己也要记得 不然你下一次到这边取消 自己连自己都忘了密码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之前也有同学都忘了密码 他问我 密码多少 我也不知道 你是你设定的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密码不见的话 那很抱歉 没办法了 不过之后来就有个同学 他试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密码保护了 但是呢 他又 或者是其他同事的 或者其他人给他 他希望看到这里面 到底怎么做的 就后来呢 他就试了一个方法 他后来试了成功 他跟我讲说 老师你可以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直接传到云端上面去 经过Google试算表转换之后 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恢复原来的状态 上这边我忘记了 那当然我也没办法打开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有个方法 你可以开启你的云端 比如说我这边demo给各位看 假设我在这边随便一个位置好了 把它按右键 上传刚刚那个档案 我放桌面上 当然刚刚那个密码有保护到 所以应该理论上上传之后 不过记得一件事就是你上传之前 在右上角有个齿轮的设定 先确定这个要打勾 就是要先让我们的Excel 帮我转换成Google试算表 如果你把它转换这个要打勾 按右键 然后把它上传档案的时候 它会帮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转换成Google试算表的格式 那转换过程当中 你把它转换 特别是要 这个是有转换的 如果没转换是上面这个格式 它会保留 所以Google上传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保留原来Excel的格式的话 请你记住 那个齿轮的地方 选择什么 选择不要打勾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把它打开来 你会发现 当然在云端因为转换了 刚刚的保护 有没有保护呢 这个是版本的关系 点下去 公司出现了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 有些时候人家保护 但是你又想知道的话 很简单 你就是直接把它丢到云端 转换成Google的试算表就好了 如果你要再把它 再下载回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在Google的试算表里面 它也提供了怎么样 帮你把它下载回Excel的方法 所以你如果再把它下载下来 OK 刚刚是不是看不到 没有关系 你这时候 我把刚刚这个先关掉 因为把它储存 比如说我下载的那个档案 我把它打开了 你会发现 它从云端上下载下来的那个档案的话 基本上启用编辑 你会发现 刚刚的那个什么呢 保护呢 还在不在呢 等一下 上面有没有显示 有 可不可以删除 可以删除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破解的话 透过Google就可以了 所以微软的东西 那个程式码也是 程式码 因为Google它不支援VBA 所以你丢上去 它顶多是把VBA删除掉 OK 所以VBA这当然不行 这个是可以的 OK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玩玩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说 如果将来你遇到那种 你公式隐藏看不到的话 或者是说 那个资料被保护了 然后会跳 那教育院你要打开来 发现要密码 这个是可以 传到Google的试算表 记得 那个要转换 要打勾 它就会帮你把它破解掉 但是另外那个VBA就不行了 VBA就没有办法用Google 帮你破解 OK 因为这个方法是因为同学 可能因为也是无心的发现吧 他也不是刻意的 突然发现 奇怪原来的保护怎么消失了 才知道原来其实是可以这样做 那也就是说 这样讲起来 有点像Google把那个 Google就把微软的那个 Excel的这个保护给破解了 而且这个好像也是公开的 但微软好像也没有跟Google抗议吧 你这样 这样子的话 那以后 等于有保护跟没保护 不是一样吗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 你就自己要知道一下 所以有知道的人才会看得到 不知道的人还是看不到 好 好 好